欢迎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再次来到今天邵老师的海洋讲堂单元当中 今天节目很高兴再次要访到来自中央研究院的邵广招老师 老师您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这几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风力法 离岸 尤其是我们提的是离岸风力的发电 离岸风机 那么在上集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过了 离岸风机的优缺点 那么优点当然就是包括它很减碳 它对这个 它是一个绿能 对我们的未来 全球暖化等等的环境 绝对都是有加分的效果 那么缺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技术 对不对 那它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包括风力也不稳定等等的 那但是呢 我们纵观来看 台湾呢 或者说我们现在呢 是不是该继续的发展 那国外我相信也有很多 已经在发展的如火如荼的例子 所以最后我们想在这边 请老师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风力发电呢 它在国际的趋势 是 那我想这个国际趋势主要的几个理由 为什么离岸风机变成一个主要的能源 就是因为气候边迁全球暖化 这是全世界各国都要努力的 对不对 为了人类的永续 还有一个核能的安全的问题 然后日本发生上市的海啸 对 跟那个核能电厂的问题之后 那大家都对核能的发电很有疑虑 台湾也有废核的政策 到了2025年要全部希望能够停掉了 核能电厂 所以就变成不管在国外在国内 我们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可能这个离岸风机 我们称它是Greening Blue Energy 因为在海上 就叫Blue 那全世界现在欧洲北美中国大陆 都在快速的在发展 那离岸风机在最多的国家 现在大概是排行的话 应该是英国第一了 然后是丹麦 比利时 德国 荷兰 瑞典 爱尔兰 芬兰 西班牙 挪威 葡萄牙 快将近十个国家 多有 那么当然在亚洲地区 也在陆续都在兴建 中国大陆 印度 日本 那台湾现在也在开始发展 台湾现在如果 通常又最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后来沮丧 我这样讲吧 那么在美国现在也在开始 在努力的在推了 所以这个其实对全世界来讲 其实真的是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甚至用这几个字来形容 大概是这样 是 然后所以像这个这一些在发展中的国家当中 欧洲是最早发展的 对 那么我们亚洲可以算是这近期吗 对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风机产业其实相当 相当大相当先进 为什么 因为它陆上风场是全球最大的 所以它盖风机的技术都没有问题 它海上工程的技术也都没问题 只是说我们因为两岸的关系不是那么好 我们也不能够直接去引进他们的 这些风机跟技术 所以我们必须从欧洲地区 其他国家来引进 比较多 所以可以从老师刚刚所举的例子 不管说包括欧洲的这些英国 这个西班牙 或者是比一时这些国家 或者是说北美 美国 包括像中国大陆 以及我们亚洲这些国家 日本 其实都知道 这个就是趋势了 没错 他们经验也很丰富 其实大家真的非常好奇 也很 也很 算好奇又紧张 就觉得说 台湾到底要怎么来发展这一块 你常常在说 这个绿色能源要发展 你的这个绿能政策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 跟大家来聊聊这块 想请老师先跟我们来聊聊 现在台湾政府 推动离岸风力发电 它的一个政策的原油跟目标 到底是什么呢 是 在最近这几年 绿色能源发展 一直是政府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它就把它归在 所谓的五加二产业创新计划 是 那大家可能 五加二 什么叫五加二呢 是 第一个就是绿能科技 再来是一个亚洲的戏骨 事实上我们的电视产业其实相当发达了 是 生计的医药 这也是政府很重视的 再来一个就是智慧的机械 好像机器人那样子 对不对 还有国防产业 对不对 但加二是什么呢 新农业 循环经济 是 所以在这个叫五加二 那当然排名第一最重要就是绿能科技 那绿能科技什么是绿能呢 就是太阳光电跟风力发电了 就是这两个 所以他们最大的目标 现在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 到了2025年 我们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 要占台湾所有能源发电比例的20%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当然不是只有离安风电 还包括了太阳能 其他的 但是太阳能现在在推也是有碰到阻碍 因为大家都会 因为太阳能是跟农业很有关系 要用掉很多的地 对 用掉很多地的时候 环保的人是会抗议 我们在屋顶 对 虽然想要推屋顶 可是政府的这些补贴政策 可能又还没有让大家有这个吸引力 愿意真的去投资 所以这个因为成本还是蛮高的 所以这个其实各种方式都要推 但是都有它的优缺点 只能这样讲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政策 也让我们走向绿色能源 比如像立法院 他也为了要配合国际上的简单减碳 所以他在2015年6月 他就通过了一个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法 就把我们国家自主减碳的目标 就已经公告全世界了 所以我们到了2050年 我们的排放量要降低到 2005年的50%以下 你看2005年是12年前 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比现在当然低 我们现在到了未来的那个时候 要降到那个以前的背景值的一半以下 所以你就一定要去从不准再烧煤了 对不对 然后要尽量用绿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满足巴黎气候协议 我们自己要努力的目标 好像我们很紧张 要是没达到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罚你 但是我想我们地球村 我们也不能说别的国家努力就好了 我们就不努力 台湾的环境是我们自己在呼吸的空气 对啦 其实就是为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健康永续来着想 还是要来做 那当然针对风力发电 那行政院其实在2012年 他就已经有一个叫做 千架海陆风力机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 有一千架的这个数量 能够把它包括陆上跟海洋的风机 能够竖起来 对不对 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就要定一个短中长程的目标 对 那他短期目标就是2016年 是去年年底了 坦白讲 他要竖四架离岸四番机组 所以有 有没有 没有 这有一半啦 竹男的两根竖起来 竹男的两根竖起来 我也知道 那时候还是有点 偷吃不如抓 盖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晚上施工 OK 空空空的声音 其实有违反了当初的规定 但他如果不去抢 他那两根也竖不起来 是 章话浮海风场 四番风场 那为什么竖起来 因为他跟渔民的这个坦 没有妥协好 是 余业补偿 所以事实上 现在只有两根竖起来了 好 那么那两根竖起来 也还算是有在商转 也有达到一点 这个四番的功能 那他中期目标 就是2020年 要完成离岸风场 要520个MW的量 那现在2017 现在所以他们在加班 赶还评 希望到年底前 都把这个该通过的 给他通过 但是你知道通过不表示 他就马上可以施工了 因为他还要有 这个申请许可 要取得这些树被天 如果要资金要到位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们预估 拿到许可以后 真正到施工 可能还要个三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2020年这个目标 其实也很拼 只能这样讲 那么长期目标 当然是到2030年 我们希望离岸的区块 风力发电 出来了以后 可以达到4000个MW 等于说4个GW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 我们现在的离岸风电 目前申请的量 有多少吗 10个GW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目标了 但是所以事实上 我个人是觉得多多益三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政府他会来筛选 他等于说 不是给你环品通过 就OK了 他还要来临选 挑那些可能比较好的国家 就是投资的厂商 他愿意把技术留到台湾 他的成本也比较低 他等于说 因为我们有用驼电的 电价的方式 要能够跟他保证收购的价钱 我们就来喊价 看谁愿意 这个卖的价钱比较便宜 我就来买谁的点 所以政府也很聪明 他用这个方法来 想办法 把他们赚的利润降低 我们要付出去的成本 就比较便宜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对不对老师 不只是在台湾盖 你要怎么盖 谁来盖等等的 不是对厂商来讲 他觉得不公平 你早先公告的时候 那么好的价钱 结果后来你看到 那么多人来了以后 你就来开始搞这一套 就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 影响外商投资意愿 你知道每个事情做 都有正反的两面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政府的确有这些政策 所以他有一个所谓的 风力发电四年推动计划 就是有一定的目标 所以为了要推动 那医院局最早开始 就是要规划潜力长指 我告诉你这三十六块 你可以去用 优先来用 但是他也没有说 不准在其他地方来盖 所以有少数厂商 他是挑的地方是 非潜力长指 就不是政府规划好 那三十六块 但是他说 你要过不过 环平是你的事 但是他事实上三十六块 并不表示你用了那三十六块 你一定可以过 老师所以今天他选出来的 这三十六个地方 是有风力的潜力长指 他有考虑过很多条件 比如说他风 风速最强 风力最稳定的地方 或者他避掉了什么 生态敏感区 什么一些航道等等 但是我坦白讲 很多都是事后才给你 等你规划好了 厂商也投资下去 做环平的 在这边 航港局告诉你 这条线不行 中油告诉你 这边我有买管线 所以他们就很惨 在环平的过程中间 被迫要去浪 要不然你就不要放弃 的确已经有个厂商 也就放弃 所以就变成我们有时候 这些海域空间规划事情 没有事先真的搞得很彻底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样比较麻烦 这样等于大家白做工 白花钱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现在事实上 现在还在发生这类的事情 所以我以为是说 这选了这三十六个 都是已经全部沟通 没有 你第一个要碰到 第一大的问题 你要跟玉米先妥协 你要资产她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再经过很多的环境 想评估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 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 其实不见得一定都是最好的意见 我坦白讲 但他们想到什么 讲什么 是 他们有时候也不是那行的专家 他也可以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这是让我们觉得有点 伤脑筋了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 毕竟经过他们的严格的把关之后 的确他们现在愿意去 用比较大的风机 愿意 不用机装饰 用套筒饰 噪音比较小 是 愿意用气泡幕来 让声音 噪音减低 愿意把这个 割掉一块 让鸟可以飞过去 撞击的机会少一点 这其实都是环平的功能 事实上都还是有达到的 所以我们个人也觉得 还不错了 经过这样子 这个虽然厂商有些比较倒霉也好了 好像损失也好 但是毕竟 真的蛮倒霉的 假设如果今天已经钱花下去了 是啊 就是这样 OK 所以大概就是些这样子 所以这三 假设因为老师刚刚讲说 有一个短中长 对不对 起的目标 对 那还有就是说 另外一个是这个 所谓离岸风力发电规划长指 对 的一个申请作业要点当中 有开放了 有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那刚提到说 有36个场子 你可以选 但是没有一定要选这36个 你也可以选其他的地方 它是这样 它其实有分三个阶段 一开始示范封场 你说它政府的奖励补助特别多 先让你两个场先做做看 看看会不会台湾 适不适合再做这个事情 会不会有些你 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接着就是开放给国内外厂商来投资 所以现在这36个场子 并不说每个都被有人去投了 但是几乎全部都有 还有几个非潜力场子 也有人去投资下去 去先去做还评 所以现在的还评 听说了 好像二十几个里面 已经有过了大概三分之二了 只剩下几个还在 开那个专家会议还在审查 接着最近这几个月 就会开还评大会 还评大会就是最后的确定 等到还评大会过了以后 那么这些厂商就拿到了 等于说环境影响评估的通过的证明 通过以后并不表示 它就可以拿到投资许可了 它还要经过很多的阶段 去到最后 最最重要是经济部的临选的办法 现在最近还没有公布 公布出来他们就可能会塞 比如说我有十家 可能就会塞掉一半 或者三分之二 不知道啊 老师吸引这么多厂商来投资 这个是很有 表示很有赚头 你讲到讲那个字 我也不知道赚多少了 因为以前可能他们 大概觉得我一根风机 其实我投资二三十亿下去 可是我一年可以赚一亿 我只要一个风机 通常寿命可以二十到二十五年 他觉得有利可做 他就会来 做生意一定是在上沿上 对不对 根据经济学的一个理论 有的时候 也只是一点点赚头 大家还是会来的 因为台湾的厂商资金又不够 技术也没有 所以非得要跟国外厂商合作不可 对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发展 任何产业都是这样 没错 除非你完全是自己的自主的 你像国防产业更是这样 对 没错 其实像英国很多的电 其实都是国外的人来 就是国外的资金 对 这个部分 我相信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家对于台湾 我们台湾政府现在推动 这个离岸风力发电的一个政策 跟我们的一些目标 刚有讲到短中长期的目标 那么还有其他未来 假设真的真的都发展的很OK 他可以提供的电力 非常的大 对 对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其他效益 其实大家可能会 除了减碳之外 他带动的产业的价值 是 他们估计过 那大概可以发展 比如说现在假设都让他做 大概就可以发10.2个Gigawatt的电了 可以带动新台币1.8兆元的产值 他创造的就业 那可以 大概可以增加1万多个人来就业 那投资的金额更是可观了 真的 所以 对 他有其他的一些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好好来聊这些细节 再好好的来聊一下 我们台湾现在推动离岸风力发电 现在的一个状况到底如何 那么今天很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